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开始聊一下 如何交易衰退 交易衰退呢 重点在于交易 衰退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聊过 但是呢 如何在这个过程中 找到交易机会 能够挣钱 防范风险 这是我们最终要落实的问题 但是交易衰退是不是就是说 现在开始做空了 熊市来了 我们现在不能买股票等等 这个呢 大家交易有过经验的人呢 都知道 我们过去这段时间呢 说熊来了熊来了 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现在呢科技股 又不仅是从去年下半年的 横盘整理到现在 而且呢 现在有可能创新高啊 看这个趋势 所以呢 所谓交易衰退 要包括至少三个主要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通过经济周期和股市之间 不同板块的这个逻辑关系 我们先建立起一个大体的一个逻辑框架 第二个呢 然后通过历史上 比方说2007年2008年啊 甚至更早的这个经济衰退的这个发生的时候呢 他当时发生是怎么发展的 然后重点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然后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落实到 我们可以启动 什么时候启动哪 哪类的这个交易逻辑 现在对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交易组合 有哪些影响 我们如何应对 落实到具体的这个投资组合策略上面来 那这就是我们要聊的这些话题 那今天呢 我们从一个具体交易组合中开始 就是美国航空板块 把前面这两个啊 比较逻辑化的 比较一般性抽象的 贯穿在我们具体的交易逻辑分析过程中 在聊美国航空业板块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看这个经济周期和股市周期之间关系图 首先声明这个知识产权属于 the technical traders dot com 原来我介绍过 这个图看起来是比较学术化的啊 好像纸上谈兵 但是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真正的去结合自己的 投资的这个经验 或者是我们投资组合 去慢慢理解其中的道理的话 它还是可以构成我们的一个 理解经济周期的 包括我们研究衰退的一个理论框架 或者是个逻辑框架 具体里面的内容呢 我们需要去和自己的投资组合 一个板块一个板块的分别去说 同时也建议大家 把自己投资组合 那个板块啊 那个行业放到这个周期里面啊 去一方面认识周期 一方面呢 看看对自己的这个投资有哪些影响 能发掘出哪些投资机会啊 这是我第一个向大家提的建议 那回到这个具体的逻辑上来讲呢 我大概简单的说一下 人类的行为呢 是经济行为 股市行为呢 它是有一个循环的 这个循环呢 通常是体现在不同的产业 题次啊 第一产业 所谓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啊 还有服务业 在这个经济活动逐渐增加的时候 也就是经济开始重新复苏的时候呢 首先进入这个景气的是交通运输行业啊 包括说的美国航空 包括一些汽车啊 这个呃跟跟交通相关的一些辅助行业 这个行业为什么一开始是他们先复苏呢 就是大家先动起来嘛啊 人先动起来 然后呢呃有一些新的交易啊 一些采购啊 一些经济真正的经济活动 合同啊呃 然后投资到一些具体的机器设备啊 才慢慢的延伸到其他的所谓的制造业 呃还有其他的这个第二产业里面 最后呢就延伸到大宗商品和能源 制造业的产能上来以后呢 因为都有路径依赖嘛 它这个产生上来都要呃 采购大量的这个大宗商品去生产 但是大宗商品的投资周期又比较长 一旦需求起来以后 它的供应跟不上 那么价格就会暴涨啊 这个里面有很大的弹性 但是价格暴涨之后啊 这个价格呢又会导致人的经济行为 呃受到压制 因为所有的这个之前做的投入 呃比方说买的机器设备啊 包括人员的招聘等等 它的这个财务结构都是固定的 一旦你的大宗商品的价格暴涨了 改变了它原来的这个盈利的能力和盈利预期以后 前面的产业呢就会受到压制和搜索 这就是整个一个经济活动的过程 这个基本逻辑呢 如果我们回到历史上 看一个具体的标的 比方说这个黄色的是石油的价格 白色的呢是美元指数 那么这两个呢可能会产生比较直接的 密切的啊关系 这个关系在历史上呢就是反向关系 当美元下跌的时候呢 石油就会上涨 这个价格跟其他指标呢 就不一定产生那么直接的关系 比方说这个蓝色线是两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 它是直接受到美联储加息或降息的影响的 呃我们知道美元指数呢 跟美联储加息降息呢 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不是说加息它就一定要涨 降息就一定要跌 美元指数呢是个相对的概念 所以呢 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跟石油价格之间的关系呢 就不如这美元指数跟它之间的这个 直接的对应关系 我们看到当美联储在降息的时候呢 石油价格是先涨后跌的 所以呢我们还要再继续呢 挖掘这两个指数的关系 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逻辑体系 而有的重大的突发事件呢 又可能会导致这个逻辑关系的暂时性失效 比如说呃疫情爆发之后 美元指数在暴涨的时候呢 石油价格其实也是在暴涨的 当美元指数见顶的时候呢 石油跟着一块见顶 那么到现在的这个阶段啊 未来石油是跟着美元指数做相反运动 重新开始这个相反关系呢 还是继续啊延续这个呃同向的关系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引入新的指标来看看有没有其他可确定性的关系 那么今天我们研究的是衰退 所以今天我们引入的这个红色线呢 就是美国的GDP变化率啊 当下跌的时候呢 就是进入衰退 我们看到在0708年的时候呢 当美国经济进入深度衰退 也就是快速的下行的时候呢 石油价格是开始快速下跌的 那么在疫情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 所以当其他的指标不那么确定的时候呢 我宁可相信啊 大概率的当美国经济在下半年进入深度的衰退 或者恐慌式的衰退的时候呢 石油还是会继续下跌的 如果这个衰退比较温和 我们投资逻辑的确定性就减弱了 这就需要我们在投资计划里面呢 再进一步的增加它的确定性 也就是说我们投资计划要考虑到各种可能会发生的场景和它的概率 这个听起来越来越玄妙啊 我的意思呢 还是大家去体会 慢慢的大家就体会出来这种方法了 我们还是回到美国航空所在的这个交通运输行业 我们看到交通运输行业呢 是最早进入牛市的这个行业 有人说了就等等 我们现在在聊这个经济衰退 怎么直接进入牛市了 跳过去了是吧 那因为它是最早进入牛市的 那么意味着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衰退的话 那它可能是第一个进入衰退的或者是衰退深度程度最深的这个行业 那么未来呢 经过衰退再跌一次 那它有可能是第一个触底的行业 至少呢我们有两个可能的认知 一个认知呢就是 未来如果有这个深度的经济衰退的话 它可能不一定会下跌 为什么呢 因为有疫情打断 就是疫情呢把它这个行业原本的进入这个衰退 所要下跌的这个幅度呢已经跌下去了 这个是有可能的 那么有可能呢它已经触底了 这是一种可能的判断 第二呢就是说如果未来是有一个深度衰退 那么现在这个交通运输行业 它面临着未来的进一步下跌 是30%40%以上的下跌 甚至可能出现很多破产啊 财务的这个困难等等这样的局面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 我们其他的行业 包括科技啊 包括能源啊 未来是有可能上涨吗 对吧 这个问题我们要放在心里头 所以这两个基本的观点呢 可以对我们的投资计划产生一个 一个框架的性的作用 我们就回到具体的这个投资标的上来 美国航空啊 我们通过对美国航空的分析 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投资逻辑的确定性 到底靠不靠谱 第二个呢 通过对它的分析呢 我们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所谓的经济周期 到哪个阶段了 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判断 对于我们下面几期 比方说我们还要研究这个科技股 还有其他的这个能源啊等等 不同的板块 它在未来的衰退中 可能有哪些投资的机会或者逻辑 做一个铺垫 这里面做两个声明 第一个声明呢 就是American Airline 我前面几期呢 把它翻译成是美联航 这是错误的啊 美联航是专门有另外一家航空公司 叫United Ireland啊 这是中英文错误啊 非常抱歉 我先声明一下 我们研究的呢 是American Airline 是美国航空 第二个声明呢 就是今天这个分析呢 是应一个朋友的要求 我回答他的问题 可能这个朋友是看了我的视频 他自己也做了这个交易 所以呢 我非常欢迎这样的这个提问啊 就是说它是一个 我把真实的我的交易的情况 跟大家说 这时候呢 我也跟大家做个小广告 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能看到我的这个视频啊 如果我这个订阅能到了通过大家的帮忙啊 点赞转发能够到了500 那我就每周更新我真实的交易的账户的情况啊 当然这个真实并不代表我是想这个造神啊 说我的这个就是非常厉害 我给大家看并不是这个目的 真实是最重要的 很可能呢 我这个交易 包括这个美国航空公共的交易呢 可能会亏大钱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真实呢 目的是让大家通过这个比较长的时间呢 通过一个有系统的 这个逻辑去探断验证 形成自己的投资方法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视频或者是课程 能够代替大家 能够进行这个投资 但是投资又没有那么神秘啊 这一直是我的观点 所以我要通过我的真实的这个交易的情况 给大家做一个案例 但是呢 投资有风险 我认为投资风险主要来自于投资方法 可能不对 比方说仓位控制的不对 比方说视频只是一周一次 或者是两天一次 但是中间的交易过程 如果你只持有不便 不进行交易的话 可能跟实际 我进行交易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呢 通过别人真实的交易来总结方法 而不是照搬别人的交易 我们先看美国航空 在整个航空行业里面的地位 它和这个航空业之间的关系 这是2022年3月发布的一个统计 也就是2021年整个全年 各大航空公司 在美国国内市场的市场份额 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统计数据 而且国内的市场 应该是这些航空公司最主要的基础 我们看到美国航空市场占比 接近20% 第二位是西南航空17% 达美航空第三名16% 然后是美联航 四大航空公司加起来 占整个国内市场的75%以上 可见美国航空是一个集中度 相对比较高的市场 而美国航空是最大的一个航空公司 具有代表性 再看美国航空的股价走势 这一波下来下跌呢 并不是因为疫情造成的 我们看到真正的疫情呢 是这个位置20年的2月份 这部分是疫情 实际上下来以后它反弹起来 如果把疫情这部分去掉 把这两段接起来看的话 真正下跌开始是从2018年1月份 就开始了美国航空这个公司股票的下跌的这个过程 而我们看2018年1月份呢 那时候正是川普总统上台 然后中美贸易战开打的事件 从历史上的新闻或者是市场评论里面 我们也没有找到导致2018年以后 航空股长期下跌的特殊的原因 从这篇文章里面我们看到 大概有三个原因 它总结出来 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美贸易战 很多经济学家已经说过 实际上疫情导致的股市下跌呢 只是2018年开始的那一轮经济衰退的一个加速 我们知道美联储是在疫情开始之前 就已经开始降息了 那时候19年呢 整个经济形势都是不是很好 所以第一个原因 中美贸易战和整个宏观环境的面临进入衰退的这样的风险呢 应该是导致航空股长期下跌的一个开始的主要原因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验证航空股作为交通运输行业的代表 特别是在美国以航空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的情况下 它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限导指标 这是可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认的 这里总结的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油价开始上涨 我们知道2018年之后 石油价格曾经最低跌到负值的 但是航空股的股票是一直是往下行的这么个趋势 所以油价对于航空股的影响呢 应该不是一个反向的主要的原因 那么油价的下跌很可能是经济下行的一个反应 那么继续进一步验证了 经济衰退是导致航空股下跌的主要的原因 这文文章总结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廉价航空对于主流航空公司的冲击 特别提到了Jetblue 这个公司也是一个上市公司 我们看Jetblue的股价 就这个白色线 实际上从2018年开始 它也是开始往下跌的这么一个走势 虽然它的弹性呢 或者波幅比美国航空要大 弹起来比较高 但跌下去也比较狠 但是呢 整个宏观经济对航空整个行业的影响 应该是他们股票走势的主要原因 结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跟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到这个是联邦基准利率 在美联储仍然在加息过程中 2018年初 航空就已经开始因为对经济衰退的担心 开始往下走了 这是代表了宏观经济 而到2018年12月份呢 美联储停止加息 已经看到了实体经济在进入衰退 所以在19年中旬开始降息 而真正的这个疫情呢 是在几个月之后了 大概半年以后才开始快速的降息 那么这一轮开始的经济衰退 和美联储的降息呢 实际上是在疫情之前都已经开始 疫情打破了这个宏观经济的周期运行 各国超规模的刺激呢 导致股市大幅上涨 虽然航空作为交通行业呢 因为lockdown的影响 回到了趋势线之后呢 继续往下跌 但是其他的行业特别是科技行业 不仅有这个 大规模的放水催生的所谓的泡沫 而且呢lockdown本身对这些行业 是有正向的业绩推动作用的 所以当这次我们在讨论新的这个衰退的时候 那么现在的这个加息的周期呢 似乎又回到了18年这个周期的这个延续的线上面 那么这次对于除了航空股以外 其他的股票 那么就面临着两种啊 这个压制 一种呢 就是所谓的前面这个放水 刺激这个泡沫 它要需要削减 第二个呢 就是lockdown所造成的对特殊行业 特别是在居家行业 包括房地产的一些业绩的促进作用 所谓的这个通胀的这个推动作用 也要进行一个泡沫的消灭 那么目前为止这个泡沫削减了多少呢 各个的说法 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 目前这个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衰退 不仅是本次本轮加息所造成的 而且延续了 因为18年之后 整个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整个产业链发生转移 所造成的整体宏观经济的下降 在这个基础之上 要延续这么个趋势 所以现在我们在讨论衰退的时候呢 有人在讨论所谓的软着落 或者是股市在降息的时候呢 就马上重拾 这个向上快速这个增长的这样的趋势 我觉得这样的概率应该是还是非常小的 可以说整个股市大的调整还没有走完 我们如果怀疑这个航空能是否能代表 整个宏观经济 或者跟这个整个股指的这个相互关系的 是否那么紧密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对比 这是个蓝线呢 是标普走势 我们看虽然它这个波动的趋势不完全一样啊 但是 18年之后呢 这轮航空股的下跌 实际上在 标普来看 18年1月 到18年的 12月 整个一年呢 这个股指也是往下走的 那么 前一轮的这个 经济衰退 15年 航空股下跌 那么 标普呢 它的这个走势在当年15年的6月份 到16年的2月份之间呢 也是成下降的这个趋势 那么之前 在11年啊 这时候 整个标普 这个年限呢 也是一个负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形成航空股跟整个股指之间至少三种可能的情景 第一种情景呢 就是 整个股指 其他行业跟航空股 这个航空行业之间呢 要重新聚拢啊 就是往 呃 各自进行向 相反的方向进行调整 啊 聚拢 延续到回来到这个原来的 呃 宏观经济的走势里面 这是一种场景 第二种场景呢 就是如果整个股指大幅上涨 那么航空股 他作为一个宏观经济的领先指标啊 而且跌到已经这个程度了以后 他没有太多的理由说继续下跌或者说 不跟着这个股指往上走 这是第二种场景 第三种场景呢 就是如果航空股继续下跌 或者跌的幅度比较大 那这时候呢 下半年 呃整个股指 继续上升或者是不进行 呃比较跌的这个升幅的下跌的话 这个逻辑啊 不是特别成立 我们看这三种情景里面 有两种情景 都是航空股 见底可以往上涨了 那么还有种情景呢 就是航空股和 这个股指 都同时大幅下跌 那么至少航空股的走势 跟整个其他的行业来说的话 不见得那么差 所以这三种情景下 啊 我觉得现在呢 我继续比较大概率的啊 看好航空股的未来 啊 或者从现在开始做一个左侧的交易 呃应该是有一定的逻辑上的确定性的 接着下面呢 我们会对呃 美国航空这个个股 结合它的财报 进行一些个股的分析 分析里面主要两个目的 一个呢 就是看这个个股 有没有什么重大的 确定性方面的东西 趋势性的东西 让我们的这个投资逻辑呢 有一个框架啊 比较牢固的能够戳在 建立在那里 第二个呢 就是整个他这个财报里面 因为他是航空 行业的这个代表 有没有能看出整个行业 处于一个向上的拐点的这个态势 说到财报和个股分析呢 我还想先说两点 就是方法论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投资者 特别是我们普通投资者 能够把全行业 所有的这个行业的这个重要的公司 都能够分析一遍 甚至专业机构都不可能做到 因为他是 很多机构呢 是分行业的 他也是覆盖某些重点行业 不是所有的行业 他都能够分析到 所以呢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怎么做呢 我是这样做的 就是像拼图一样啊 今天呢 涉及到了航空行业 不知道什么原因涉及到 反正总是突发奇想 或者是看了某个人的这个说法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 那么我开始 迅速的呢 把这个行业里面 重点公司的主要的东西 把它分析一下啊 然后再去找别的线索 那么一个板块 一个板块的去去了解 这里面就包括 我们可以听听别人的YouTuber 他们怎么是分析 我们没有接触过的一些公司 包括现在说的这个ChatGPT啊 等等这些东西啊 半导体啊等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当我们听别人分析的时候 又不能太简单化 比如说 这个分析师预计 他明年的这个增长率是多少 他实际是多少 就是以这个Headline的这些数据 作为仅有的这个指标 这样是不行的 我们还是要针对一个行业 和一个公司呢 对它影响最重要的一些因素 先分析出来 然后呢 做一个多方位的啊 比较立体的分析 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分析框架 这个框架才能够重复的使用 我们对美国航空的分析呢 就是有点类似于 可能是带着这个机构分析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论在里面 这里面说到机构的这个行为方式 和方法论呢 确实是比较敏感 很有争议的啊 那我自己就问自己 你怎么能代表机构呢 人家真的 我又没有做过真正的这个买方 对吧 但是呢 说到这个话题呢 我确实是作为一个 在这个一级市场 包括这个投行的卖方 还有这个发行人 这个里面呢 做过 就是至少看过 很多事情 那么关于机构的神秘感 其实我觉得呢 是造成很多 不光是投资人了 包括这个商事公司 我原来也说过 一些这个错误的判断 或者是这个神秘感呢 是需要把它去 这个摘掉的 那么到了这个话题上呢 我是现在在考虑 在我们这个频道里面呢 再做一个所谓的 类似于podcast的 这样的一个谈话类的 这个内容 因为做这个视频呢 确实非常累啊 做一次呢 要要整理很多东西 但是呢 有些比较轻松的话题 从一个老的banker角度 看某些最近发生的事情呢 里面可能有一些 关于所谓机构 和普通投资人啊 就是圈外的人士 看呢不同的观点啊 我想可能利用这个角度去聊一聊啊 也会给大家增加一些知识啊 这是插这么一段话 美国航空财报里面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就是这个loyity program 相当于是积分的这样会员啊 这个指标呢 它重要的是代表了一定的预期 也就是一般呢 办理会员卡的积分卡的这个人呢 都是未来 还会重复来做这样 出行的这样的旅客 对吧 如果只出行一次 一般也没有积极性去办理这个卡 虽然它可能是免费的 所以它代表了一定的这个前瞻性 然后呢 它对比的 你看我们2013年一季度和19年 为什么跟19年呢 因为抛开了疫情的关系啊 把这个突发事件啊 特别的事件给它抛掉 另外呢 我们看到19年实际上 它是从宏观经济来讲呢 从18年开始往下走 在19年啊 已经处于下行的趋势上 那么呃 现在呢 23年呢 比19年的这个 已经增长了60% 也就是说 至少从行业的 这个预期啊 消费者的预期层面 现在在这个交通运数 行业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个拐点啊 但并不代表说 今年下半年 航空就会 呃 已经开始反弹了啊 那么宏观经济也也开始 这个因为它是先行指标嘛 并不代表一定会这样 它只是个预期 但是至少预期 它是在实际 实际经济之前 更先行的一个指标啊 至少从一期角度来讲的话 现在已经出现了拐点 这是商业周期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从业务和收入周期角度来看呢 呃 我们看这个是 在呃 业绩发布以后的电话会里面 CEO讲的提供的一个数据 就是 当呃 运力增加了9.2%的时候呢 收入增加了37% 这就意味着 边际效应递增的业绩改善 也就是说呃 需求拉动了供给 那么目前的状态呢 就是说需求有 那么供给也有 因为疫情期间停飞了很多飞机 现在都逐渐的恢复 但是这个新的供应增加呢 完全是由需求带动的 而且需求带来的直接收入增长 远远超过了这个飞机的运能本身 它的增长比例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行业复苏 启动时的现象 还有个指标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美国汽车出行 人均英里数的指标啊 那在疫情期间呢 它是大幅下降的 目前已经反弹了 但是还没有到达疫情前的状态 呃 我们看它跟达美航空的股价走势 是基本上一致的 但是呢 第一点啊 目前呢 它恢复到接近疫情之前的水平呢 但是这个达美航空的股价还没有上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我们更长期的来看这个指标 这是蓝线 就是更长期的啊 从70年代开始 它是一直往上走的 那未来的话 呃 应该是比较确定的 它会回复到原来的增长 这个趋势线上 继续往上增长啊 这是交通运输行业 特别是航空 工业 行业的这个 一个前景的好处啊 第三我们就是用这个指标 跟GDP的增长率啊 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发现在07年啊和疫情期间那个大幅的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呢 这个指标也是下行的啊 但是最近呢 这个经济GDP是在快速的下行 但是这个指标呢 蓝色线是走平啊 它还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 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跟这次的经济 宏观经济调整有关系 但是它没有下跌 而是走平 那么意味着一种可能性 也就是不同行业之间 揪偏啊 这个向中间靠拢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是可能正在进行的 也就是说 对于航空来说 它可能已经跌无可跌 但是对于其他行业来讲 这个经济下行还会带动股价的相关的下跌 这种概率是有的 除此之外 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它的负债率和杠杆率啊 那么美股呢 机构投资者都比较喜欢现金流 自由现金流和这个回购的能力 类似于现在的石油公司 因为石油一直被认为是污染的这种能源 然后呢 14年之前 石油行业呢 本身有经营效益非常不稳定 所以呢 现在石油公司呢 普遍存在不愿意投资的情况 但是油价又非常高 所以呢 现在石油公司把赚来的钱呢 基本上大多数都用于分红和回购 这是美股投资者比较喜欢的一种模式 但现在呢 航空公司就非常类似于2014年之前的石油公司 也就是说在18年之前呢 航空公司要扩大自己的机队 这个应对未来的这个竞争和新增的这个市场需求 所以增加了杠杆 但是宏观经济加上疫情呢 导致这样的这个投资呢 又不能很快的收回来 所以现在航空公司面临的是 在反转之后 有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降杠杆 这个呢 对于航空公司的股价和它业务发展 业务发展前景呢 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一点呢 对于不同航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估值呢 又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们可以简单的对比一下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应该是最近啊 美国航空发行了2025年到期的债券呢 它的票面利率是11.75 那么达美航空呢 同样期限的债券 按照这个收益率来看的话 应该也是近期发行的 因为之前呢 在美联储加息之前的那个利率呢 都是非常低的 它只有7% 也就是说这两个航空公司呢 它的credit spread 有大概他们两之间就有4%左右的这个差异 而这个差异呢 是我们可以看反映到 穆迪给两家公司的评级上 穆迪在三大评级里面 是最严格的一家公司 从严格的这个评级的严格率 可信度来讲的话 首先是穆迪 然后是标普 然后最后是Fitch 这是业内普遍的一个观点 那么穆迪对于达美航空的长期评级呢 是类似于这个标普的三币减 BAA3就是三币减 这是投资级 那么对于美国航空呢 只有B2也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币的这个评级 我们看他们这个方法论啊 就是穆迪的这个评级体系呢 它是投资级最低的一档 就是BAA3也就是三币减 那么垃圾债里面呢 B2相当于在垃圾债里面的这个中间偏上的位置 也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评级的差异 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反映到两家公司的市值和盈利能力来看呢 我们就不把这数据一一演示了啊 达美航空跟美国航空呢 刚才我们说了 它的市场占有率是不相上下的 他们的收入在财报里看 也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呢 达美航空的市值目前是220亿美元 而美国航空呢 它的市值只有不到90亿美金啊 而且他们的净利润呢 相差大概是一倍左右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我主要交易美国航空 而不是达美航空呢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如何看待它的趋势的确定性 而趋势带来股价的变动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看这个投资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财务状况的发展趋势 这是目的给美国航空的评级报告 每个评级报告里面呢 基本上都有一个 就是未来什么情况下 可以提高评级 或者降低评级的一个标准 这里面我们挑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dead to EBITDA 这样的一个指标 只要持续的能够在5以内 保持一段时间 就可能提高它的评级 而我们知道 一旦一个上市公司 特别是这样高负债 就是投资者对它的负债 非常关注的公司呢 一旦提高评级的话 它的债券的收益率就会 相对比较大幅度的下降 它的这个运营成本就会下降 它的股价呢 相对来说就会有一个 弹跳的这么一个契机 而公司的CIFO在财报后的电话会里呢 也专门提到这个指标 就是net debt to EBITDA 可能这个不是完全的dead to EBITDA 但是基本上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指标呢 目前是在4.5啊 就是肯定是远远低于5倍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而且未来呢 公司会把减债作为重要的财务方面的一个目标 一直到2025年呢 减债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说从确定性上来讲的话 这个公司呃未来债务评级提高 债务的负担 这个成本下降以及业绩提高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存在的 而且确定性是比较高的 那么对于这个已经财务状况比较好的公司来说 这个是一个它不具备的一个所谓的catalyst 回到交易上我们看两只股票 一个是美国航空 黄色的是达美航空 虽然达美航空 它的经营能力比美国航空好啊 管理水平高 特别是在这个18年之后 呃 可能美国航空本身向上的弹性或者波动性会比达美航空好 也就是说我们交易的这个逻辑呢 除了说方向基本上确定啊 存在反弹的呃触底的这样的空间 同时呢还需要一定的交易的空间啊 也就是说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呢 通过反复波段的操作能够扩大自己的利润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给出足够的下跌的风控的空间啊 我们我给出的呢 就是他有可能在极端情况下会再下跌50% 那时候我有足够的仓位去平单自己的成本 为什么是50%呢 我们看一个先例在911袭击中呢 美国航空暴跌了39% 那么我们给一个50%的空间应该说 对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股价的暴跌呢 是有一定的呃承受能力的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说它的市值 目前它是接近90亿美金 如果再暴跌50%的话 也就只有40多亿美金 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值 不仅是我们可能是一个简陋的机会 对于其他航空公司来说 也是一个并购的机会 所以我们还要学会从市值这个角度来看待呃 企业的估值 那么这个里面还有些话题 比方说我们要跟呃 贝壳的市值相比贝壳目前仍然交易在200亿美金左右 也可以跟AMC院线的市值相比 AMC目前仍然是30亿美金 而穆迪呢 最近已经把AMC的评级已经撤销了 撤销评级的意思呢 就是说AMC不能继续发债 或者是它面临这个倒闭的风险已经近在眼前了 最后我还想从机构如何看待这个股票的流动性 商务公司如何维护股票市值这个角度来给一个观点 机构在交易任何股票的时候呢 他都是要看股东结构和的流动性的 这里面有两个需要注意的 一个呢就是美国航空目前仍然有10%左右的做空的比例 那这个比例呢 它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正的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说它一旦出现反弹 它的反弹力度是比较大的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美国航空最近有一些养老基金进入 养老基金我们知道在股东结构里面 它是最长线的基金 一个是它决策的时间非常长 他们不愿意频繁的交易 我一旦定了这个交易 我就会持有比较长的时间 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公司流通股票里面的一个基石 这些股票是不动的 那你交易其他的股票 它相对来说就容易去上涨 这个财报左右 那么纽约的教师养老系统 它有一千万美金的这个持仓 因为养老基金呢 它都是有一些持仓的控制比例的 它占有一个公司 上市公司的这个流通股的股份 不能太高 但是呢 这个一千万应该是不小了 长线基金的进入呢 对于美国航空这样高负债的公司来说 确实是一种认可 还可能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 对于未来的股价稳定下来 进行反转的话 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 那么未来几期呢 我们想再聊聊这个石油股和科技股 它们分别是在经济周期里的什么位置 互相的关系 还有哪些投资逻辑 谢谢大家